大厂上演反腐风暴 腾讯移送十余人至公安机关 迪亚迪查处员工94人 反贪反腐风暴 无限循环 腾讯周二披露了过去一年的内部反舞弊事件情况 2021年 腾讯反舞弊调查部共发现 并查处触犯腾讯高压线案件50余起 近70人应触犯腾讯高压线被辞退 十余人因涉嫌犯罪 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同时也公布了13家被腾讯列入黑名单 永不合作的公司 不止腾讯比亚迪官方周一披露 2021年 因违反连结合作相关协议 28家供应商被该公司追责 同时 该公司查处不连结 严重违规员工94人 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7起22人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月25日 腾讯集团在阳光腾讯官方微信公众号上 披露了2021年的反舞弊情况 2021年全年 2005年 腾讯首次提出腾讯高压线起 在当年发布的腾讯阳光行为准则中 腾讯进一步明确规定 腾讯高压线和其他违规行为的内容和处理流程 员工行为一旦触犯腾讯高压线 一律解聘处理 永不用准则明确 对于涉案的外部公司也会列入公司黑名单 永过合作 一旦发现涉嫌违法犯罪的 必将移送公安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同时也会密切配合警方进行打击 抓捕涉案的外部人员 2016年12月 阳光腾讯微信公众号上线 2019年12月 腾讯首次对外发布内部违规案件 当年前三季度 腾讯反舞弊调查部共发现 查处违反高压线案件40余起 其中6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被辞退 1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 被移送公安司法机关 另有16家合作商被列入黑名单 2021年22日 腾讯公布 2019年第四季度至当时 腾讯反舞弊调查部共发现 查处违反腾讯高压线案件60余起 100余人因违反腾讯高压线被辞退 40余人因涉嫌犯罪 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另有37家企业被拉黑 此次 腾讯披露的反舞弊情况中 涉及职务侵占 收受贿赂等行为 共计22期典型案件 被通报的部门包括PCGSMGQXGIEG 值得注意的是 涉及WXG商户产品部 PCG新闻技术平台部 IEGSTC游戏产品部 CDG行业销售运营二部 CF智慧零售战略合作部 多名员工因此触犯了腾讯高压线 被解聘处理 永不永 并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上述人员与外部求职中介合作 由外部中介负责招募实习生 其利用腾讯员工身份 安排实习生进行虚假的腾讯远程实习 并从外部求职中介 处分的实习应聘者支付的部分费用 此外 来自PCG技术战略中心 PCG体育内容部 PCG影视内容制作部 PCG新闻技术平台部的五名人员 触犯了腾讯高压线 被解聘处理 永不永 其中腾讯通报 PCG影视内容制作部组长张萌 利用职务便利 为供应商谋取利益 并收取供应商好处费 其行为触犯了腾讯高压线 被解聘处理 永不永 同时 张萌因涉嫌犯罪 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2021年10月 公开资料显示 PCG事业部主要负责公司互动网络平台 和内容文化的生态整合与发展 整合QQQQ空间等社交平台 应用宝 浏览器等流量平台 新闻资讯 视频 体育 直播 动画 电影产业等内容业务 推动IP跨平台 多形式发展 为更多家庭打造海量高品质数字内容体验 涉案原因包括实习生招募作弊 帮助外部人员提供某产品认证服务 并收取好处费 在合作中收取供应商给予的感谢费三种情形 就在腾讯发布2021年反5B情况的前一天 比亚迪在连结比亚迪公众号上发布的 知比亚迪合作伙伴的一封信显示 2021年 此外 比亚迪鼓励举报 将根据提供线索的有效性 自2018年首次发布案例以来 截至2021年底 比亚迪开展内部反腐活动已持续数年 该部门是公司专门的审计 监察 内控 合规部门 独立于各优务部门开展监督工作 直接向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汇报 不受其他任何部门人员干涉 自2018年开始比亚迪审计监察处 每个季度均会通报查处贪腐事件的重点案例 近年来 企业高管被捡入互联网反腐案件的现象 也越来越频繁 涉事高管的职位从副总裁 轮职总裁到企业实际控制人均有所波及 基于此 互联网行业经掀起了自查反腐风暴 百度为其内部反贪行动 取名阳光职场行动 纠查部门名为职业道德建设部 京东则设立内控和规部 设有公众号连接京东 华为在内部控制上设立三道防线 此外 还有美团的重案六组 小米的监察部 360的道德委员会 以及去哪儿往的内审部等等 2022年1月21日 南都商业数据新闻部连续第三年 发布互联网反腐反舞弊报告 2021互联网反腐反舞弊调查报告显示 上述案件中共计超过300位员工 被开除或移送司法机关 人数较去年翻倍 随着市场合规化监管的持续加强 推动反腐败合规体系建设的互联网企业 进一步增多 与此同时 被披露的反腐反舞弊案件的数量 也再度刷新记录 无论是官场还是商场 有权利的地方就会资深腐败 互联网行业目前已经成为反腐重地 企业反腐也由案转名 主动曝光持续加码 但这场反弹风暴或许没有最终章 需要各公司持续加码 步履不停 进一步 谢谢观看